出轨理由千千万 究竟哪个更扯淡 接来盘见古代出轨的奇葩理由 以及在古代出轨的下场有多惨 我们车门汗死 发车 窃昨夜梦见天门洞开 仙人怀抱英童将士林凡 果然是腹中有了胎儿 主管我们来弹幕走一波 你认为这种天赐孩子的背后 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是我腹黑啊 我打小每次看到这种类似的剧情 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 会不会是这个女的搞事情呢 我是真好奇啊 于是呢我就去翻了翻史料 诶你别说 还真有 据五代王仁玉所传 《开源天宝仪式》当中记载 宰相杨国中到江浙一带公干 他老婆陪侍思念成奇 就有一天在大白天做梦 梦见跟丈夫行房 竟然还怀了孕 生个大胖小子 这杨国中回家之后呢 听到陪侍瞎掰 居然信以为真了 对妻子说 此该夫妻相念 情感所致 杨国中计员认为 这是他们夫妻之间 互相思念感情身材导致的 吴杜勇 《文明叛极残卷》里 也记载了一则 梦中怀孕的案例 说唐代有位叫 安刘的寡妇 曾发誓 此生不再嫁人 可老公死了许多年之后 他竟然生了儿子 别人问原因呢 他就说 是梦中与老公 所以才怀孕的 好家伙 这也就是欺负古代人 迷信没啥生物学知识吧 你这要放到现在 指不定人间惨剧就此发生了 那古代的出轨这事 就真的没有什么惩罚吗 难不成婚姻道德 全凭自诀 咱们先来看看 国外是怎么管的 成文于公元前 2100年左右 苏美尔人的乌尔纳姆法典 这部人类最古老的成文律法 里面第七条就规定了 如果某个男人的妻子 与别的男人私通 这女人就要被处死 男人则被释放 还有著名的古巴比伦 《河流神判法》 说如果没有确凿的出轨证据呢 那就给女性扔进河里面 如果女子幸存下来 则证明无罪 如果女子沉入河底 则罪有应得 判罚合不合理不重要 男性立法者就觉得 女性必须得抵制男性的诱惑 这是使命 还好有公元前18世纪 颁布的汉姆拉比法典出世 才让男女出轨的 这个处罚平衡了一些 汉姆拉比第129条就规定了 躺自由民之妻 与其他男人同情而被捕 则因捆腹此二人而投掷于河 躺妻之主人 保存其妻之生命 则国王亦将保存其奴隶之生命 古巴比伦法律呢 判不了一个人死刑 就要对另外一个人仁慈 而古埃及法律 则会毫不犹豫的 惩罚出轨的妻子 而这惩罚通常呢 是由丈夫自行实施的 有一则档案就记录这么个事 说有一名埃及男子 他知道自己的妻子 试图勾引自己的弟弟 于是将妻子剁碎 喂了狗 还有一个案件 说一名埃及男子 发现老婆与人通奸 就用一头鳄鱼抓住奸夫 将奸夫拖入水底 而出轨的妻子呢 则被活活烧死 可能这两个案子极端了点吧 但基本在古埃及啊 偷情的女人会被割到鼻子 而至于奸夫呢 则会被鞭打一千下 那我国古代呢 对于女性出轨的惩罚 也是远远大于男性的 主要也是源于 封建制度下 男女的极端不平等嘛 但哪怕如此 千百年来还是有无数的女人 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 铤而走先 比如我看上说的那个梦中怀孕啊 反正不是在出轨呢 就是在出轨的路上 咱们今儿就来 挑几个古代出轨迷人堂的 典型代表来说说 出场顺序不安排名啊 第一个先说胡太后 有印象吧大家 之前讲北齐那期的时候 有聊过啊 据北齐书记载 著名的荡妇胡太后 为了追求床子间的快乐 公然与朱燕仁卸侠 还抱养夫君的亲戚和时开 这五成地在自己嫂子身上找乐子 胡太后就另一他人 父亲俩也是各得其乐啊 谁都不干涉对方的自由 会有open relationship的新潮气息 北齐灭亡之后呢 胡太后和高伟的皇后 一起流落长安 双双沦为了娼妓 而在全长安城都围着震撼 无数男人纷纷前往捧场的时候 惊喜若狂的胡太后 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当后何如当妓乐 做皇后哪有现工作者快乐呀 还有女人冒着全家被杀的风险出轨 但人家不是为了快乐 是为了权利 武则天早在李世民在位的时候呢 作为一个难以出头的小小才人 就选择了出轨太子李治 俩人眉来眼去勾勾搭搭搭 终于为自己上位铺设了一条 看似惊险 实则通天的道路 这第三位也是个极其奔放的大姐 历史上最著名的丑八怪皇后 贾南风 大肆淫乱后宫 不仅跟太一死通 还采取阴陷歹毒的手段 四处遣人从民间物色 绑架美少男警公 任他淫道完了 一旦玩腻了 就随便找个借口杀掉 出轨对他来说 已经算是轻的了 这位蛇蟹妇人为了一己私欲 残害人命 简直丧心病狂 第四位也是老淑人了 山鹰公主刘楚御 驸马爷呢 其实也挺英俊的 眉清梦秀 风动翩翩 可山鹰公主就是不满意 看到自己当皇帝的弟弟 身边女人无数 她心里不平衡啊 抱怨说 妾与陛下男女虽疏 具脱体先帝 陛下六宫万叔 而妾为驸马一人 势态不均 言下之意就是 男女虽疏 却该平等啊 刘子叶认为姐姐说的 还有点道理 于是立即命人 挑了三十名英俊少年 送到了公主府 做男宠 攻山鹰公主 那这出轨迷人堂 第五位要出场的 就是徐娘同学 南朝梁元帝的妃子 徐昭佩 这位徐妃 以半面妆 闻名于世 为啥化妆只化一半呢 倒不是为了 节省化妆品啊 而是梁元帝 小说生病 有一只眼睛看不见了 被称为独眼皇帝 按理说皇上 有这生理缺陷 大家都得站着 进行严格约束 自己的言行吧 不然你惹皇上生气了 那可是会掉脑来的 诶 这位姐偏布 每当见到皇帝的时候 便化半面妆 以讥笑皇帝独眼 这也确实是 俩人没什么感情嘛 毕竟是政治婚宴 不过也有专门研究 黄飞心理的人 认为徐昭佩 化半面妆 是在提示皇上 江山的另一半 是很危险的 半面妆也绝非懒得化 而是一张 带众之色彩的脸 但那说法吧 也确实是无法洗白 这些的淫乱之事 他暗地里 同朝中大臣 季季江 和尚志远 等多人私通 有一次 季季江与徐飞私会之后 就感叹说 徐娘虽老 由上多情 徐娘半老 这成语就打这儿来的 后来就用作 指中年妇女 风雨油存 但这词你们 千万别乱用啊 因为这是含轻薄之意的 我之前在网上 看过一个观点 说古人常讲的 这个女子无才便是德 意思是 妇女无需有才能 只需要顺从丈夫就行 那古人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观点里说了 估计是怕女人 肚子里有了墨水之后 就要行出轨之势了 所以才千方百气的 剥夺女人 受教育的权利 你别觉得这说法离谱啊 还真有人拿着说过事 民国时期的川军将领 范绍曾 家里面养了四十多位 姨太太 范绍曾就偏不相信 这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条 他就送自己喜欢的 姨太太去读书 要全面提高 朱妻妾的文化素养 门声响 真被戴了绿帽子 有位叫紫菊的姨太太 原本是范绍曾的 看中那位小妾了 这紫菊呢也特别上进 去重庆开明学校读书 结果读书期间 一不小心 就跟青年校长 王世军这种爱河了 又死闹出了出轨事件 东窗事发之后 范绍曾是怒不可遏 把王世军给关起来了 眼看大祸 就要降临到两人头上了 这时候呢 有不少人就站出来 为紫菊和王世军说情 紫菊自己呢 也依仗范绍曾经的宠爱 就撒娇说 都怪你这个老东西 要是你不送我去读书 不得啊 眼尽生米都要煮成熟发了 对吧 也就只好收紫菊做干女儿 收王世军做干儿子 备办几桌酒席 成全了他们的喜事 那这消息成开之后呢 整个重庆城都称赞范绍曾高益 什么这么多呢 出轨的理由确实是千千万 但我觉得都是扯淡 不爱可以 但仅先放过自己的爱人 然后再放飞自我行吗 不然真的容易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 这里是一条线索一个故事 脑端开主 不记得点赞投币收藏 最好加入转发 告辞不送